拜登一直在講 你那個關稅 如果你電動車進到美國來 我要給你加徵關稅 百分之百 川普還嗆聲 我要加兩百 但是問題是 你知道嗎 看在實質面 這種真正的是車企 最了解其中的Mega 第一他們說 其實他們不怕拜登徵關稅 為什麼 因為現在電動車 就是沒有進到美國去啊 你在那邊畫這麼大聲 但是他們怕的是什麼 其他美國的盟友 會不會開始跟著跑呢 譬如說今天 加拿大就在那邊講說 未來不排除 只是現在 美國就算要上調這個關稅 日經亞洲今天報導 這個中國電通車廠 包含比亞迪等等 已經跑在前面 最近很多車都開始運到 墨西哥運到巴西 就想在你這個貿易限制之前 趕快車子先到 所以呢 對於這個 中國這些電動車廠的執行長說 其實他們不擔心美國 他們擔心的是 其他包含加拿大 會釋出什麼樣的訊號 加拿大已經跟進了 已經跟進了 不過加拿大市場很小 而且加拿大其實 他們就算特斯拉好了 好像主要增加的數量 還是因為上海工廠 還是Made in China 對還是Made in China 其實不是中國的牌子嘛 我跟你講巴西啦 事實上巴西跟墨西哥 目前美國並沒有 對他們增這個100%啦 因為還沒開始 他現在是對中國 直運的車增100% 那美國現在有沒有 中國的汽車有 他大概市占率是0.9 不多啦 0.9而已啦 歐洲市占率是50.2 50.2 可是問題是 歐洲很多車就是德國做的嘛 對 他到中國做的啊 所以這個就好像說特斯拉 這Made in China嘛 然後德國跟中國合資的 做出來的電動車賣回去歐洲嘛 那美國目前對中南美洲是沒有辦法限制的啦 那事實上你說為什麼還有0077的0.9 對 就是還是有個別人弄進去嘛 可是並不是所謂的進口商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可能個人啊 我買了我就開回去了 那巴西 真正的問題是巴西跟墨西哥啊 因為中國都有色查 對對對 然後墨西哥現在中國電動車的市占率 已經超過30% 對 比亞迪的這個最新的電動皮卡 Shark 他就要到墨西哥設置 你講的還是皮卡 我講的是一般轎車 已經30%了 那巴西呢 巴西接近50% 電動車 那因為這兩個地方 傳統是美國車的地盤 所以我們在談美國汽車為什麼感覺被威脅 你不要以為說美國市場我又沒去 對 不是 他的地盤都被人家吃掉了 是美國車在南美洲已經感受到壓力 哇這不只是後花園吃火 而且你要知道巴西是一個人口很多的國家 所以美國當然就會看著 美國本來在這個地方就是通用汽車嘛 還有福斯啊 福斯在德國的 那美國就是通用汽車簡潔敗退 所以他很有感啊 可是呢 你有沒有辦法去阻止說 我在墨西哥成立組裝場 那組裝好之後 用Many Mexico 來出口到美國 那拜登沒有講話 那川普是揚言要增200%嘛 那可是很多人認為美國做不到啦 對啊 因為你這樣會得罪所有的南美洲國家 所有的合作國家 而且墨西哥跟你是FTA 你怎麼可以這樣幹 所以中國看得很準耶 不因為按照WTO的規則 按照WTO的規則 沒有在限制哪個國家的品牌的嘛 他只看你的產地嘛 所以中國大陸就是按WTO的規則在玩的啊 你說我產地你要給我徵稅 那我就移到墨西哥做吧 挪到泰國做 挪到越南做 你要怎樣 事實上中國大陸已經被人家發現 在美國有岸外包的國家了 最明顯就是越南跟墨西哥 有大量的投資嘛 就是這樣啊 對 但是現在你也知道 其實很多國家 包括我們直接講韓國好了 有很多汽車零組件呢 還是Made in China 所以如果一旦被提升關稅的話 其實韓國會很煩惱的 我們來看一下 韓國的國貿協會統計 他光今年Q1 他說韓國汽車零組件 進口總額是16.65億美元 最大進口來源就是中國 就佔了6.85億美元 第二大是德國 第三大是墨西哥 搞不好這個墨西哥的 也是中國製造的 所以現在呢 韓國啊 包括了現代Lucky 他們4月已經針對他們的 零件供應商來調查 他們要確認 我們到底有多少零件 是Made in China 接下來有沒有提到方案 他現在就是怕 就說美國這個所謂的 Made in China呢 有沒有包括零組件 對 要進到什麼部分 對 那如果韓國的車 中國零組件佔比是50% 那你這個車能出口美國嗎 因為他不是看產地啊 他是看你是不是中國制啊 中國制我們傳統的概念 都叫做就是地點嘛 對 那現在不是嘛 他現在就是說只要蓋上 中國的東西都算嘛 那這個坦白講是 搞亂了整個貿易秩序啦 對 因為坦白講全世界啊 有中國零組件的產品 我敢說全世界都是 對啊 這怎麼擋呢 是啊 那你美國怎麼辦嘛 對 而且未來會有一個問題 美國會越來越尷尬 就是中國零組件就是便宜嘛 那你如果都不買對不對 那你美國的東西就變成全世界最貴了 哇這個跟以前完全是相反 就是你會產生這個叫做中國式的通膨 因為你不買 那就會導致你的綠能成本變高 電動車成本變高 就是這樣嘛 沒錯 而且說實在的啦 在這個汽車市場其實是 非常明顯的 就是消費者喜歡什麼車 他就買什麼車 那個車就會大賣 那當然一定是有原因的 因為消費者買車 他是多方比較耶 辛苦錢 所以呢 你知道嗎 美聯社有個報導啊 比亞迪啊海鷗 在中國 我們說以中國的售價好了 就1.2萬美元 然後短板里程 就不到1萬美元 雖然賣到國外可能會貴一點 但實際上 它的價格就是很低 但是他說到喔 公益可與價格高出三倍的 美國電動車相比 這是美聯社認證 美國人自己講 美國人自己認證喔 中國汽車CP值比 美國電動車高出三倍 然後呢 汽車拆解公司總裁 沃喬司機 他們真的很厲害 什麼Made in China 這麼好用 全部拆開來看看 他說比亞迪啊 他們自己產很多零組件 電動馬達拉 車身那些 然後呢 全球可以賣一年300萬輛車 他說大規模生產 那他零組件 這個成本就更低啦 重點是 電動車的靈魂 就是他的電池 他們又用磷酸鐵離電池的技術 成本低 續航力還變高 然後他們還想方設法 把車子的重量減輕 因為減輕之後呢 你的續航就更久了 他比 舉個例子喔 海鷗 他整輛車呢 大概重1240公斤 直接比 雪佛蘭Bolt 輕 408公斤 所以瑞銀也說啊 未來喔 比亞迪在用的這個 磷酸離鐵電池喔 2030年 他的市佔是 看好 51% 就連寧德時代 最近他不是在推那個 神型PLUS電池嗎 也一樣是這一款 而且寧德時代做的 他還充電10分鐘 可以補充600公里的續航 他每秒可以充電1公里 這個速度太快了吧 我覺得電動車看三個指標啦 第一個是續航力 那第二個是充電的速度 那第三個就是 他的人工智能的操作系統 其實你如果從三個指標來看 中國這一次的汽車 可能不是便宜而已啦 他可能是一種革命 怎麼會便宜又好 充電又快 續航力又高 所以我覺得 這個可能是包括很多方面 就是說 他可能連車子都變輕了嘛 美國車廠早就輸了 不就是他 可能是材質啦 電池啦 零組件 方方面面 導致他 車子都變得比較輕 對 所以他續航力就更久 這是必然的嘛 對不對 然後我也不知道 是什麼樣的技術 使得充電這麼快 就說充電10分鐘就可以 就說中國有黑科技嘛 我覺得一定是有 所以我才說 一定是有什麼突破對不對 馬里如果再加上一些什麼 可以180度行走啊 對啊 還可以開在水上啊 這個已經是 汽車革命了吧 所以我是覺得這一波喔 我認為跟前一段的手機啦 或者是太陽能產品啊 或者是電器啦 是不一樣的 對 那個就比較像是 中國做出來了 然後它的價格比你低 所以你也比不過人家 可是電動車這一波 我覺得不是只有價格問題 對 它是增加很多性能 那些性能就具有科技創新啊 或者你要用更極端的字 叫科技革命的性質 對 那你這樣就很難追了 很驚訝就是 怎麼怎麼會有這種功能 什麼叫做原地可以回頭 對 什麼叫做可以在水上開 對 讓大家覺得很驚奇 然後尤其喔 我覺得中國會成功 包含了它本質一定要好 然後再來就是 它市場怎麼推出去 比如說泰國好了 泰國其實喔 原本應該是日本車的天下 但是現在接著馬上就是中國汽車的天下 為什麼呢 只能怪日本人自己太驕傲 他們自己放棄了這個市場 我們先來看一下喔 其實日媒就有報導 在泰國2023年的汽車銷售市場喔 中國車的份額是11%喔 然後日本車的份額是跌破八成喔 正在受到衝擊 主要原因呢 因為中國很快嘛 你要我你打開市場 那我就去設廠啊 像巴西一樣啊 像墨西哥一樣啊 所以呢 中國就來了 比亞迪挪扎上汽長城 直接泰國建廠 我直接在這裡蓋 然後泰國也很阿沙里 你來我這裡蓋呢 我就給你補助 每輛車15萬泰銖 然後商品稅呢 本來是8% 我可以給你降到2% 所以對於汽車建廠 是有很多利多的 那這就是因為 泰國喔 他們從08年開始 他們就想要成為 東方底特律 2030年 他們說電動車 要佔他們的 汽車總量的30% 那後來呢 就這個計畫 當然也有跟日本講 然後日本呢 就遲遲沒有動作 據說當時候泰國呢 還就是 一直去Push他們 日本做不出來 Push他們 那他說日本車商 豐田 本田 50林 三林汽車 這以前你知道嗎 在國外喔 十幾年前喔 都是這些車的天下 包含二手車賣的嚇嚇叫 好現在才慢慢的 共同喔 這這麼多家公司喔 未來五年 在泰國投資43億美金 那其實喔 我覺得還有一個特性就是 日本人其實 是不是這樣子喔 因為 豐田汽車的會長 豐田張南 他一度 他根本就不想發展電動車 他覺得電動車是 第一級產品 不能算是新能源 他還說他要抵制到底 他就繼續吹牛吧 看能吹多久 這個日本的豐田本來就是在泰國 是最大的基地 他是不是因為自己覺得是老大 本來就是啊 就不想照著你的遊戲規則走 石油車就是老大啊 這是事實啊 所以泰國用這個當基礎 要繼續當汽車的中心 這是完全合理的一個規劃嘛 可是他電動車就是等不到你嘛 所以人家現在當然要跟中國合作啦 當然是這樣啊 那當年 他們讓豐田來這邊設 包括生產中心 研發中心 泰國也給很多優惠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沒什麼啦 日本事實上 大家都知道嘛 就是豐田是在泰國嘛 然後尼桑是在印尼嘛 日本是分開的啦 那本田啦 你家獨大天下 對 那本田沒有那麼大啦 就是說日本基本上就是扶植 兩大車廠 那現在豐田已經遙遙領先了啦 那豐田連那個吹牛的會長 那請問你啊 那你為什麼要用華為的智能系統啊 他是剛簽約啊 那不是自打嘴巴 他就是看到現實啊 我這個沒有辦法啦 你想一想德國的車友輸你嗎 對啊 那德國都跟中國合作了 事實上現在就是喔 那個嘴巴最硬的就美國啦 那事實上坦白講 這個世界的汽車 沒有人把美國車放在眼裡啦 大家看的都是日本跟德國嘛 對 德國車 對不對 那現在連德國都已經放軟 要來跟中國合作了 你日本還有什麼選擇 我覺得這個很現實啦 那美國要怎麼想那是他家的事啊 那德國最近最後一題喔 還有兩分鐘的時間 因為最近喔 之前華為5G的事情喔 大家不是就是鬧得很兇啊 那德國就一下子在那邊 我們要拆華為 一下子又不要拆 今天又有消息了 彭博社報導說 德國政府呢 相關部會開始 又來了 又來支持2026年之前 要拆換華為機中心 在5G核心網路設備 又來了 又是假議題嗎 沒關係啦 那時候他就下台了啦 所以你覺得這個是 他們現在又開始 沒有啦 基平黨只要回來 講一講而已是不是 基平黨如果回來 這個就不是問題了啦 難怪設這麼遠 2026 而且鐵路喔 德國鐵路都是裝華為嘛 對啊 他們就已經算過了 如果要全面改 那要花多少錢 我記得那時候是一個 非常龐大的一個數字 非常龐大的數字 而且那個只是鐵路喔 所以天方夜譚 拆掉要一筆錢 再買新的還要一筆錢 問題是 你還要買比華為更新的喔 還可以買誰呢 對於經常外食的現代人來說 食災可能確保 每天能攝取到足夠好菌 因此 越來越多人選擇在生活中 補充益生菌 來幫助腸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這麼多的益生菌 應該怎麼選呢 挑選具有專利認證菌族最重要 面對換季引起的肝癢紅腫 能調整體質的太陽星全校 克菲爾益生菌 就是一個穩定健康基礎的好選擇 金三角全校配方 讓腸道增加好菌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 收入多篇學術報告 也證實了克菲爾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 就是健康維持的好選擇 如果你也想嘗試 請上快點go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享有額外優惠喔 每日克菲爾 讓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 成績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